高雄市5月23號新增7266例 因應疫情的升溫 從本週起高中以下取消實體課程 不過遇上BNT兒童疫苗 將在25號開放接種 市府也通知將在下週開課後 安排校園施打 擔心的家長也可以提前透過診所預約 我們會安排到學校施打 在高中以下 因為現在是停課的期間在線上學習 那下週以後我們就會立刻安排 這個BNT疫苗的施打 那我們現在跟校方在安排 等到下一週正式上課之後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安排施打疫苗 另外同樣從23號起 民眾只要線上填寫 高雄市確診者自主回報表單 在5月20號以前 沒有收到隔離通知單的民眾 都可以透過線上補單 查驗無誤之後 就會以電子簡訊發放 上面有一個連結紙 你點把你的身份證手機一按 電子檔我們就馬上寄給你 就很快 所以這個很快 4個小時你就可以 大概4、5個小時 你就可以領到你的確診通知書 所以很簡單 將整個申請流程簡化 高雄市目前比中央 還要早4個小時就能夠完成 只是現在只有約三分之一的民眾使用 市府也希望民眾能夠多多利用 既能夠快速的收到隔離書 也能夠減輕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負擔 記者鄭光沛高雄報導 皆さん有沒有看見到 審理的安全小時 他在討論點